这个新移民来到美国啊 除了中国同胞会坑你以外呢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各种电话诈骗 还有这些邮件诈骗 甚至是投递到你家这个信箱里的诈骗 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在美国生活当中各种诈骗的套路 以及呢如何识别这些诈骗的套路 然后如何防止被骗 这个都是新移民来到美国以后必修的一门课 大家好我是Mike 新移民来到美国除了小心就是跟你套近乎的那些中国同胞 最主要的一件大事是防骗 那么我今天就把这些年啊 我遇到过的一些电话邮件的诈骗的主要方式呢 跟大家聊一下时间不长 希望大家看完以后能够帮助你 然后防止被骗 最近两年把大家的这个信息 卖给暗网和非法组织的软件之一呢 就是很多华人都在用的一个网络购物的APP 这个购物的APP 我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就不在这个公开的平台去讲它的名字了 这是一个买菜的软件 也卖一些这个生活用品类的 很多人很多人都在用过 身边几乎百分之百的华人都用过 通过推荐朋友呢 你还可以获得各种折扣 但是这个公司很无耻 已经不止一次把大家这个信息卖出去获利 而且它不是卖给这种诈骗组织 它是卖给暗网 网络上到处都是他们出售客户信息的一些内容 而且你很容易查到 你在网上搜一下 如何查询自己的这个信息被他们卖掉了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方法 具体我就不说了 查评方法我也不在这啰嗦 如果你在他们家这个APP上购物消费果 请一定要注意就是以下几种诈骗方式 当然了 还有很多渠道会透露你的这个个人家庭信息 电话 邮箱 地址等等 不仅限于刚才说的这个软件 那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诈骗渠道 邮箱 美国至今保留着使用信箱 还有邮箱的这些习惯 但是呢 邮件诈骗有很多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来源不明的一些 邮件内容 谨慎打开陌生的链接 防止病毒程序侵入到你的电脑 获取你的家庭信息 如果有类似于比如说Costco 会员返利的这些图片 你一定要谨慎 因为Costco会员返利 它会直接给你发支票 它不会通知邮件 更不会用图片给你链接 让你去点击 还有说你做自媒体频道 会有很多人会收到一种合作邮件 要求你提供个人信息地址 然后给你寄免费的什么测试产品 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图便宜 去做这些事情 还有一种比较确得的 这种已经我身边没有 但是我听说过 也在网上看到过 就是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可能会冒充律师 或者是卖家经纪人的邮件 让你打购房款 这种情况 请第一时间和你的经纪人确认 或者是打电话 给银行确认账户信息 最好是当着开发商的面 或者是卖家经纪人的面 手写付款支票 这种方法很难被骗 因为你可以在银行冻结期间 再次检查 double check对方账户的信息 并且对方给你出示账户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面的去写这个支票 是很难出错的 最好是给你的常用邮箱 设置一个验证安全方式 现在基本上都有两部验证 邮箱验证 电话验证 这种方式是很难出错的 设置你的账户的安全等级到最高级别 尤其是这种跟钱有关的 网络购物呢 你最好留一个专门的邮箱 就是你所有的购物 什么会员 然后你去shopping 然后留的什么信箱 然后返利 这些东西你专门弄一个邮箱 不要跟你的工作 还有私人的邮箱混在一起 所以说美国人通常 有一个工作邮箱 一个私人邮箱 然后一个专门就是对外广告用的 接收广告的一些邮箱 这个你要分清楚 看起来很麻烦 但是你用Google的账户 其实很容易去转换 你把几个邮箱绑在一起 其实都可以收到通知 第二种诈骗渠道就是电话 电话诈骗的方法很多 但是只要记住 几个比较符合常理的套路 你就不会轻易被骗 俗话说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再狡猾的诈骗方式 无外乎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开始 只要你把这些弱点 控制在自己的这个预料范围之内 你就不会相信那些人的这些套路 举个例子 会冒充中国大使馆 说你的什么包裹没有领取 或者说护照有问题 或者说你犯了什么罪 这是比较轻的吧 要求你接受调查 询问你一些简单的家庭情况 信息 这些信息通常就是他们需要的内容 有的甚至就直接说你 涉嫌洗钱犯罪行为 冒充中国的公安给你联系 让你去大使馆接受调查 通过中国大使馆 给你进行通知 让你协查 说你可能会被遣返 或者是坐牢 这个时候 如果是真的有那些 干过这些事的人 就是私下换钱 什么换汇 你如果害怕的话 就会被对方套取个人信息 他们会根据合适的信息 进一步套用你的个人信息 银行卡信息等等 进行犯罪 还有可能就是要求你视频验证 可能就是利用跟你视频的这个机会 录制这个你的这个头像 然后进行银行卡扎骗 那么你只要知道一个常识 中国大使馆 即使在你出现问题 遇到危险 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根本就打不通电话 你就明白大使馆 是不可能主动跟你联系的 那么知道了这个简单的常识 你就不会被骗 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入籍多年了 早就没有中国护照了 还会接到中国大使馆 所谓帮助电话 我朋友就会跟这个骗子调戏一会儿 说问他们是哪个大使馆的 叫什么名字 什么包裹 需要询问个人信息 你拿到包裹 为什么知道我的地址 或者直接用英文沟通 然后或者说听不懂中文 对方一般就会主动挂电话 有的时候还会很无奈的叹口气 说你不要那么聪明好不好 而且多数啊 没有任何地域歧视的意思 多数很多是南方口音 或者是福建口音 那有的冒充大使馆工作人员 一口流利的这个方言 南方口音 我确实没有地域歧视的意思 不要去歪曲 我只是说大部分大家遇到的 这种情况都有 因为很多诈骗电话 都是从那边打过来的 最近两年呢 我还接到过类似 比如说电信公司 说我的电话号码被泄露了 多次发送骚扰短信 接到投诉跟我联系 但是呢 我明明就没有这个公司的号码 也不用这个公司 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公司的服务 所以我一般就直接挂掉了 或者说我会录音 然后我会报警 对方说到这个时候 对方就会直接挂电话 还有的会接到网络公司的电话 用中文告诉你 你的网络服务即将到期 需要现在给你转网 你要明白 在美国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而且电信公司 网络公司都是英文客服 不可能有中文客服 直接跟你联系 如果说对方客服的口音 很有可能是印度口音 这种情况下 还有可能是真的 如果说你知道这些常识 你就不会那么轻易的被骗 还有诈骗分子呢 就谎称绑架了你的孩子 或者说国内的家人 要求你打赎金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第一时间 跟你的家人取得联系 不要轻易相信 因为这个诈骗电话 这种诈骗方式 通常是美国的白天 就是中国的后半夜 家里人的一般也不会接电话 他就是利用你的这个时间差 然后利用你的这个 几两个心理进行诈骗 你跟家人联系不上了 还有一种就是冒充 IRS 就是国税局的人 跟你联系 说你欠联邦的税款 要求你不缴税款 这种你就不用相信 因为IRS的人 是不会用电话给你联系的 他们通常就是发信 而且你可以登录 你的IRS账户 查看具体的一些信息 国税局呢 也不会给你发短信 也不会给你发邮件 记住 你这个邮件 短信 电话 国税局不会用这种方式 给你联系 你知道这一点 你就不会请你被骗 那美国的国税局的网站 非常清晰的告诉你 诈骗分子全年无休 一定提高警惕 如果你欠了税款 税务局会给你发信 就是纸质的那种信 有你账户的具体信息 而且要求你把欠款 直接打给美国的财政部 不会给你任何 可疑的私人账户 或者是境外的账户 第三种诈骗渠道 就是换汇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其实还比较常见 很多在美国的华人 有需要人民币的时候 也有需要美金的时候 然后大家会互相帮忙 私下里帮忙换汇 但是这些都是小额的 熟人之间 家人之间 它一般不会涉及到 法律问题 200美金 100美金 50美金的 因为小额的这种换汇 也不会造成什么社会危害 但是有的人 他利用换汇人的心理的需求 在网络上发布一些换汇的信息 如果你是大额的换汇 因为很多人换大额的钱 他不想让熟人知道 比如说几万美金 你跟他们取得联系以后 会跟你约一个换汇的地点 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方谎称临时出车祸来不了 然后让你跟他的朋友联系 然后对方就会在不露面的情况下 让你提供一个银行账户 你把钱打给他们的 这个提供的中国账户 这种情况是比较容易识别的 如果不是太熟的人 应该不会得逞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对方会真实的跟你见面 取得你的信任 甚至是多次跟你见面 取得信任 然后要求你打给他们指定的中国账户 就之前都是换小额的 突然给你换一个大额的 要给你出示对应的美金现金 当你打完这个人民币以后 对方说没有收到 反咬一口 说你没有打 他们就不会把这个美金现金给你 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报警的话 警察来了也没用 因为警察他查不到中国的账户信息 也没有这个义务去查 所以他就会问 他看到的这个美金是谁的 是谁的钱 谁拿走 对方很可能还会利用 新来的这种移民 你语言不通的这个弱点 跟警察说你骚扰他 或者是企图诈骗他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当着警察的面 拉对方 不让他走 或者发生肢体冲突 警察很可能会拘捕你 后面的结果 对你会非常不利 你如果起诉 对方是非常难取证的 这种情况 即便你在中国报案 都无法解决 因为你人不在中国 按照中国的刑法 有关的规定 也没办法立案 你只能吃哑巴亏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跟陌生人换汇 按照正规的渠道 换钱 转钱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就找你认识的 靠谱的方式 按照合法的方式 信得过的人来做 华人基本上 能够遇到的诈骗 就是以上几种方法 其他的可能就是 比如说杀猪盘 利用社交媒体 跟你联系 帅哥的或者美女头像 也许背后跟你聊天的 就是一个五十六岁的大爷 或者是诈骗团伙的小弟 手里拿着几个手机 同时跟很多人聊天 冒充退伍的军人 或者是刚到美国的小女生 跟你聊天 获取信任 以谈恋爱的方式 骗取你的钱财 这种诈骗方式 在网络上很多人曝光 基本上都是一些单身王老五 因为华人普遍比较有钱 以谈恋爱的名义 让你买机票 或者购物卡 或者要求见面 给对方打机票钱 或者让你跟他投资 什么虚拟货币等等方式 这些都是 总而言之吧 都是利用你的这些弱点 渴望得到真爱 或者是已婚人士 这种在外边 降花惹草 烈焰的这种心理 你想想 你如果说你自身条件很差 现实生活当中 都找不到真爱 怎么可能在网络上 找到真爱 如果你自身条件很好 又帅又多金又漂亮 那你早就忙得不可开交了 如果是女生的话 你早就很多人约你了 你如果是男的话 很多女生约你了 那女的也是一样的 现实生活当中 也是一堆人排队约 怎么可能闲的 在网络上约会呢 稍微动动 脚之后 你能想到是假的 是不可信的 所以说别失去理智 最好的方法 就是别瞎聊 哪有那么多网络爱情故事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有那个时间呢 你多赚点钱 多读点书 提高自己的一些亮点和素质 把自己充实起来 包装自己 比网络上这种恋爱靠谱多了 即便真的遇到所谓的真爱爱情 对方很可能也是为了睡你 而不是为了爱你 别以为男女不一样 骗子里有男也有女 女的骗男的 男的骗女的 都一样的 好了 今天这个关于新移民防止诈骗的 这个话题呢 我就说到这 如果你有一些 我没有讲到的东西呢 你也可以就是在视频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关注 点个赞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